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這個超武鬥轉義 實在太懷念這遊戲了 當時推出這遊戲是1993年的作品 當時我也是超級喜歡玩的 玩這款超任的遊戲 不說那麼多, 馬上玩吧 它剛才飛過來後有個秘技能把布放進去 但我已經忘記了怎麼放進去 好, 打開 打開 Story Mode, 別想太多了 好, 講講C路遊戲 選了什麼 很快 馬上打C路 按了什麼 按了太快 已經開始變超羽了 糟糕 因為它這個模擬器 是要兩個按鈕按鈕的 但是呢 這個模擬器好像不支援兩個按鈕按鈕 那你真的無法放進去? 不要緊 哦 你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緊 不要打我 嘩 飛踢 連環踢 飛拳 連環升 打 一爆 出球了 出球了 出球 起合炮 我也會出球 起合炮 因為出草器是要 拳頭和腳一起按 但我這個模擬器 好像不能支援 所以不能出草器的招式 不要緊 真實力搞定 還要修鍊 打絲路遊戲 打絲路遊戲 地球最強的 人類 打絲路 很棒 這樣就完成了 不兇 不是我控制的 是他控制的 不兇 不兇 嘩 這麼厲害 踢他吧 不兇 不兇 很厲害 有血多 腳飛上去 這麼快就輸了 好 好 我來 打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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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去 不兇 打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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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子 無敵的下鏟 找到這招了 麻煩了 鏟到你出界為醫 HECA POW 多快就中招了 嘩 絕爆啊 弄得有點想看回龍珠的動畫 那時候TVB播放是夜晚播的 那時候播是星期六晚上播的 還要醜到是 那時候因為天天要看這招 變成 那時候TVB播放的 好像是11點多播 那時候是零片 弄得很熱的興奮 第二天又要上學 嘩 回來啦 回來也是要輸的 嘩 怎麼了 爆炸 嘩 厲害了 小飛 玩空子 空子沒得用下鏟 打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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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打爆你 喔 是時候出招 打爆你了 看看是否出到 好像是這樣出的 嘩 出不到 出不到 好啊 實際點是氣合炮 氣合炮 這招才是王道啊 告訴你 波多快就打爆你了 接著就玩銀河戰士 好啊 噢 對了 難道死了之後就不會去參加比賽 玩銀河戰士 對 我記得這裡的劇集碼 好像有布萊尼打 這裏 誒 選了什麼 細刀 金色頭髮 噢 莫非是布萊尼 好 折載虛限 已經在這裡了 簡單在這裡 是不是比達打的 很肥 怎麼了 你怎麼破壞呀 破壞 教訓一下你了 連環撐 無敵拳頭 連環再撐 無敵屈 哎呀 這麼重傷呢 我就抓你了 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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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了 撐了 撈裂 喱 撐了 哦 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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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了 撐了 拿來 按轉 最後 什麼事 好 銀河包王條類 銀河天使 銀河自然會打回魔童嗎 左手挑著銀河自然的包圍 好 假的 好可怕 挑過來了 好 試試出一下波 馬上就出到 魔線光 接招魔童叔叔 吃了 用你教好的魔線光再打爆你 還要打完杜拉加斯 星龍 走 這個很厲害 你這個雞蛋,你欺負我,我不會出招 再用 是時候 是時候了 鬼鬼公追蹤彈 中了 追蹤彈 中了 傳說的超級索爾人 不是打布羅來吧 好 以當時超音的畫面 現在超音好像有欺負 我去黃國信和 看到很多超音帶 一餅都已經三百多元 多貴 也不是的 超音帶是三百多元 但隔了這麼多年還有這個價錢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貴 我覺得已經貴了 神天界 最後那個 現在可能有 閃卡又玩伏克 現在連超音遊戲都玩伏克 這餅龍珠超武鬥轉移 我記得印象中 這餅是三百多元 但我當時 買不起這些帶 一餅三百多元 其實是很貴的 那時候有一隻叫超音博士 超音博士 用的那些 Foppy 那些Foppy 一拌進去就可以玩到 不知道收藏什麼 收集消息 然後到處去看 找到你了 超音博士 超音博士 好像是第幾代 我買了一部第三代 接著一部 超音博士 第七代 好像是兩部 還有一部叫霸王 我印象中 超音博士 好像二十多元 一隻遊戲 所以可以便宜一點 那這部超音博士 我印象中 好像幾百元 好像幾百元 我都忘記了 不要來命 暢戰 好 正常 打我 還可以 到了 是時候了 鬼魔器膏 無敵的氣合法 喔 叫你老鼎出來來看我啦 這隻銀河爆到哪裏 找完了 還沒弄 銀河知事 應該大佬了吧 這隻傢伙很可笑 你玩完了 你擋住 不來 連環 還不想出招 可以連環出的 我又找到超強的 那就死了 不斷斬 最重要是玩到 回憶回以前的回憶 完成了 銀河霸王死了 好像沒有任何 還有一隻布 但不知道會不會出現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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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到 應該會撞到布 但我不知道要選誰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以當時來說 這遊戲都很喜歡玩 當然不是玩Story 玩Story很悶 當然是對戰 大家又鬥 這個遊戲 因為是觸控器 很難錯 所以 無法出現 出現一次 這就是我一隻 小時候很喜歡玩的 超武鬥轉移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爆機畫面 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記得要訂閱我 下次回來 我們會玩更多龍珠的遊戲 記得密切留意我的頻道 大家欣賞最後的爆機結尾 嘩 很漂亮 轉到一隻 轉到一隻 絕對 轉到一隻 你也要得美飞吗 好,就這樣了 聽了,不能動的了 我想應該沒有了 影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再見